Hello 大家好 我是Nancy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这一期我想要分享的就是我2023年的第一个空瓶剂 这次用完的东西我个人感觉没有前几次那么多 所以希望这一次可以不超过30分钟了 好了 先说一下我的肤质 我的肤质是夏日是混油 冬天是混干 我们话不多说就快点开始吧 好了 我每一次开头都是会先分享我的面膜 我们这次也先从我的面膜还有眼膜开始说 先从眼膜开始说吧 因为不是特别多 第一个想要分享的眼膜就是这个滋生糖月威眼膜 这款眼膜我非常的喜欢 它就是一个比较基础的那种滋润的眼膜 它整体的眼膜的覆盖力也是蛮好的 而且也比较大一点点 很适合敷在眼睛下面 敷了之后眼睛真的有比较滋润 比较年轻饱满的感觉 所以这款我还蛮喜欢 我也介绍过蛮多次的了 是我会想要回购的 但是我最近就是在试一些新的眼膜滋润款的 所以我就没有回购这个 但这款我很推荐 我用完两盒了 很喜欢 还有一个眼膜就是我年度爱用的时候 有跟大家分享过的 就是BioLab他们家的这一款微针眼膜 他们家的就是分成两个 第一个就是就像一个小布一样 里面很多针放在这里 外面又有一层那种胶 然后你敷的时候你就把这样子轻轻的 把那些小微针都按进你的皮肤里面 这个的话是比较建议敷过夜的 我刚开始敷的时候是稍微有一点点刺痛 但是它对我眼睛下面紧致 然后黑眼圈的一些淡化 效果非常非常的好 我一般用它之前都会再用一个功效性比较好的眼霜 最近用的是文帽的那一款紧致的眼霜也用完了 我觉得两个加在一起那个效果是会更加明显的 所以这款非常的喜欢 而且我看了国内外这种微针型的这种眼膜 价钱其实都差不太多 所以他们家我就等大错的时候买 是会比别的地方稍微便宜一点点 还有另外一个也是微针型的眼膜 就是这个Skin Iceland 他们家的这一款 这一款我也是还挺喜欢的 就是我很喜欢这种微针型式的眼膜 我觉得它对眼睛下面及时的改善效果非常的好 那这款和那个BioLab的他们家比起来 我觉得两款大差不差 所以大家就是看哪个方便就买哪个就好了 说完眼膜呢再说个牙齿的贴 这个BOP这款牙齿的美白贴 我最后一个终于用完了 这款美白贴呢我不是特别的喜欢 它对于牙齿的美白效果呢 我觉得甚至没有我的 我就很爱的那一款美白牙膏的效果来的好 还有就是它粘在牙齿上呢 虽然不会像有一些美白牙贴要粘那么久 可是它粘在牙齿上面呢 你就很难撕下来 有的时候撕下来的时候 我就感觉要把我的牙给拔掉一样 所以这款我是不会回购的 还有个角膜 这个是我老公敷的 一个这个韩国的这一款 比较便宜的这种去角质的角膜 我老公差不多每一年都会一两次敷这种东西 就可以 他觉得平常他的脚比较嫩一点点 但是这个角膜呢真的很一般 就是这种类型的角膜里面 我只是很久之前用过一个日本的品牌 那个很好用 因为那个用下来就是感觉你不用太费力的搓 很多残旧的脚皮都可以掉下来 但这一款就是你还是自己撕 反正就是不会让你很深层次很老的那些脚皮自然的脱落 所以这款是不推荐的 不过它是很便宜的 OK 现在开始说面膜 第一个要说的面膜呢 就是这个Dr.Jar他们家的这款面膜 这款我以前分享过 我是买过两盒的 我个人是不是特别的喜欢 就是它整体的使用感是还好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就是一个很基本的保湿的一款面膜 但是呢我觉得对于它的价钱来说 有一点虚微的贵了 因为我觉得很多国产最近的那些保湿秋夫面膜 都会比这一款保湿力更强一点点 然后呢价格又会比它便宜 所以这款是不会回购的 刚刚就是说国产的一些面膜会更好用一点 想要说就是这个 艾尔博士益生菌修护面膜 这个面膜我是还蛮喜欢的 就是它对于皮肤整体的滋润补水 我觉得效果也是蛮好的 它虽然说是那种深层修护啊 我这种我是没有太在这种 比较平价一点点的面膜感受到 但是我觉得它如果你的脸是比较干 然后呢可能是比较敏感的那段时间 敷这个面膜完全是没有问题 可以比较快速的让你的脸更加滋润一点点 而且它打折的时候也是很便宜的 很喜欢 OK 还说一个这个 这个我觉得其实是应该进到我年度爱用的 但是没有介绍到它 就是这个欧莱雅 富盐玻雅酸水光充盈面膜 这个呢我很喜欢它 我这个有四个 这个就是精华在一边 面膜质在一边 然后你用的时候你就把它折一下 一按 碰一声 它的精华呢就可以渗透到面膜质里面 这样子它说的意思就好像是会让 那个精华比较 新鲜一点还是什么吧 但是这款呢我的确是蛮喜欢用的 它很评价每次它做的时候买超便宜 我那次它做的时候买好像一直到现在 我还没有用完 因为它每次都送我很多很多赠品 还有就是它的保湿效果确实不错 它面膜质呢敷在脸上也是那种蛮服贴的 不会太大呀不会太小 所以这款我是很喜欢的会回购的 OK还有巨多的这个阿福 他们家 一二三四六七 哇有七个阿福他们家这个美白油敷膜 这款我上次说过我不是特别的喜欢 它就是会里面有一颗胶囊 里面像油一样的 然后你擦在脸上 然后再用这个面膜敷在油上面 它就是有点像前段时间很流行的 那个油敷法的感觉 但是我觉得呢 它美白的效果几乎上没有 还有就是它那个油 外面又套一层面膜的那个滋润度呢 我觉得也没有像我别的 就像刚才的那个欧莱雅 或者是爱尔博士的那一款 滋润效果好 所以这一款我是不会回购的用完 就可以看到用完的巨多 OK还有两个是新进的 是在国外这边买的 欧莱雅他们家的这一个面膜 它这个系列是那种滋润程度会更高一点点的 这个面膜呢 它是我在澳洲这边用到比较开架的面膜 滋润效果是最好的 就是我妈妈也有用一个 然后呢 她也觉得这个滋润效果非常的好 就我也会给她一些别的那种面膜吧 然后呢 但是她就觉得这个滋润效果很好 这一款我觉得很推荐就是皮肤比较干燥 想要一个比较平价一点点的面膜 面膜纸也是很好用的 还有一个这个 既然是安白瓶的这个面膜 就是一个保湿效果还可以的 美白面膜 但是呢 美白效果不是很明显 但是呢 它也是蛮适合敏感肌的 就是我最近这段时间脸的这个地方很容易敏感 因为我以前如果擦A唇或者是干嘛 我这个地方都不会有问题 但是我现在就是可能擦两天A唇 然后到第三天我这里就会开始起皮 像这种情况下 像别的那种比较有强功效的美白面膜 我是不可能用的 但是用这个就没有太大的问题 但是它美白的效果不是很明显 SK2他们家的前男友面膜 是我的一个人生挚爱 最近呢 是没有买新的了 所以这个应该是我的最后一片 我觉得他们家前男友面膜真的有让脸是那种可以换皮的感觉 就是你敷了它之后 第二天的脸真的是又白又嫩 毛孔也会变细一点点 这一款非常非常的喜欢 因为我最近面膜太多 所以我最近不能再买一些新的面膜 但是这款是我会过段时间 用的差不太多 我会想要回购的一个面膜 但是它这款面膜就很厚 就是在脸上不是那种很舒服的面膜 如果大家介意的话就不要买 OK还有这一款 鸡美金的这一款保湿面膜 这款呢保湿效果还可以 没有刚才我说的那几款保湿效果那么好 但是它有一个bug啊 就是它的面膜的纸比较适合脸 比较小的人 就是如果你的脸稍微大一点点 它敷的时候就只会敷到这个地方 所以这一款呢我是不会回购的了 因为我喜欢医美过后都会敷它的 所以就是长期的一个爱用 如果我继续做医美的话我就会继续囤它 它们家有份液体敷料还有那个类人膠原蛋白修补贴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类人膠原蛋白修补贴的 那个对于医美过后的修复比较明显一点点 那个液体敷料呢 就是一个比较正常保湿的一个东西 用完了一个蓝蔻涂抹式的面膜 这个就是里面有花瓣的那款面膜 这个我记得单价也是还蛮高的 它们家的这款面膜就是敷在脸上很有仪式感 因为它里面有花瓣嘛 然后你敷在脸上就哇哦 有花瓣环绕着我的感觉 这一款呢我之前用空过一罐 但是我那个时候不是很喜欢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又买了一个 因为那个时候我记得是 蓝蔻家的soft cream 买二送一 但是呢是同样价格的东西 但是我又不想全部都买soft cream 然后就买了这个 事实证明买回来呢不是特别特别的好用 就滋润度呢蛮一般的 擦在脸上呢吸收程度也还行 但是呢洗下来也是蛮难的 我觉得对于这个价位的面膜来说 是一个功能性非常一般的一个面膜吧 然后这个是我跟我妈妈一起用完的 好了面膜说完呢 我们来说一些就是 口服还有一些身体头发类的产品 先说一下口服吧 口服是我一个百年爱用 POLA他们家的这一个抗糖丸 这款对我来说就是非常的有效 因为我本人是那种非常喜欢吃油炸食品 不健康食品的人 如果我不吃这个的话呢 我涨痘痘的频率就非常的高 但是吃这个的话呢就很明显的改善 所以这款是我一个离不开的一个东西 Collagen and Hydroluronic Acid Booster 反正就是对皮肤好的一个营养片 我觉得这个吃了的话呢是没有任何的效果呢 而且它的粒粒很大 Swiss他们家粒粒都很大 而且这个是对我来说没什么效果 所以这个我是不会够的 还有一个这个Swiss他们家的这个 High Strength Fulberry 这个呢就是针对眼睛的 这款我其实很喜欢 因为吃了它的那段时间呢 眼睛明显感觉没有那么的疲累 因为我的工作还有我本人的一些习惯 就是会看电视看电脑看手机非常的多 有一段时间就一直觉得哇眼睛很紧很累 但是呢吃了它之后 我觉得第二天立马有那个改善 所以这款我很喜欢 我有回购一个 但是他们家的这个是属于那种比较贵的 就是它比这种要贵很多 这款我是非常的推荐的 而且它的颗粒也是比较小的 很推荐大家去买一个这个试一下 如果你是长期需要用到眼睛的那种人 身体类的话 就是这个Banana Bow身体仿晒 我的这个是Dry Balance 这款非常的好用 这个已经是我用完的第二罐了 这款我只用来擦身体 你不想要晒黑 你也不想要身体太黏 你也不想要这个东西太贵 你就选它 这款我安利了给我的一些同事和朋友们 他们都很喜欢 就像我老公一样 他平常擦很多防晒都觉得很黏 不喜欢擦身体 但擦这个就不会有这个感觉 还有一个它很好的就是 你擦了防晒 如果你流汗 有一些防晒不是会泛白吗 这款完全不会 真的是很好用 很好用 而且它很平价 大家一定要去试一下 大家从他们家这个粉铺清洁液 我的一个万年爱用 所有的粉铺啊 用过粉底液或是遮瑕液的那些刷子 都会用这个来清洗 很好用 有便宜 还有一个这个 这也是常年爱用 这个国内啊 别的地方 不是现在都是春天夏天吗 如果你担心自己流汗 有一些味道的话 你就买这个 这个跟别的有一些不一样 别的就是想要用 他们自己的味道来盖过 你本身流汗的味道 这个呢 就是让你流的汗没有味道 非常的推荐 它就是这种 像个小石头一样的 擦在那个叶下 没有任何的那种 有一些会有那种水水的感觉 这个完全没有 这个超级喜欢 还有一个Nutrogena 他们家这个hand cream 我都剪开来用 这个里面的质地呢 是有一种猪油状的 说过了很多次 很滋润 对于这种猪油状质地来说 也算蛮好吸收的了 而且价格又很便宜 没有味道的 我就很喜欢 晚上睡觉之前涂 像我最近就是 迷上了做指甲 所以我这个地方 有时候会很赶 如果我忘记擦指缘油的话呢 我用这个东西来涂一下 这里也是可以 很好的保护到 我的指甲旁边 所以这款我很推荐 La Perry他们家的 这一款手霜 这个手霜呢 是我有一段时间 晚上专门用的 它的味道非常 非常的好闻 是那种 一闻就知道 你这个手霜 是一个很贵的东西的 一个味道 它的滋润效果呢 虽然没有 就是刚才 这个Nutra Gina的那种 猪油的质地 那么的直白的 滋润的感觉 它是比较 稠一点点的乳液 它在手上 也是蛮滋润的 而且我觉得 它可以让你的手 变得再嫩一点点 所以这款 是非常推荐的 它价格是还蛮高的 可是它用很久 而且味道又很好闻 对于手的那种修复 我觉得是还蛮好的 用它那段时间 手明显感觉到 会更嫩一点点 所以我很推荐这个 Body Shop的这一款 手霜又用完了 一个是 Almond Milk & Honey Body Shop的手霜呢 我觉得整体来说 质地都是很水的 这个就主要是 看你喜不喜欢它的味道 因为这种比较小小的手霜 就是适合在 手提包里面携带的 这个味道呢 我就不是非常非常的喜欢 我是不会回购的 现在再说一些头发类的东西 第一个就是这个 Grow Gorgeous 他们家的这一款 Conditioner 不是很好用 就他们家 这一款的洗头水 我觉得还可以 洗完头发是还蛮蓬松的 但是用的这个Conditioner呢 就是 我觉得不够滋润 而且Conditioner的质地 是非常非常水的 一般让头发比较蓬松的 那种洗头水 都会让 发尾比较干一点点 它这两个加在一起 其实是应该 润发露 会让头发再滋润一点点 但是这个没有那个感觉 又很水 所以我不喜欢 大卫尼斯的这个 头发油 这个头发油呢 我觉得它是那种 比较厚重的油的质地 它擦在头发呢 是可以让你的头发 蛮滋润的 同时呢 又不会让你的头发 很油 变成一缕一缕的 因为很多时候 像这种比较厚重的 头发的油呢 会让我头发变成一缕一缕 因为我头发是那种 比较细软法 所以如果下面太重的时候 上面会变得很塌 擦这个就不会有那个问题 但是它的味道 不是我喜欢的那种 就是有一种 反正我觉得 大卫尼斯他们家东西 都有一种 很香精 很假的那种味道 但是它这个是 还蛮好用的 而且它 我记得这么多 好像五十多块钱 我用了非常非常的久 性价比是还蛮高的 我觉得它会比 那个卡丝 那个金色的那一款 再滋润一点点 还有用完的 就是Christopher Robin 他们家的这款发膜 这个发膜呢 我很喜欢 它就是可以非常非常深层的滋润到你的受损的发尾 因为我是每一天都会洗头的 但是我每个星期呢会有两天 就是隔一天再洗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会用那个头发海盐来搓一下头皮 下面头发会变得很干嘛 然后我就会用这个来滋润一下下面很干的那个头皮 用完了之后呢下面的头发真的是很滋润 而且它那个味道 这个味道也是非常的大 但是它不像大威尼斯的就是那种很假的味道 它是那种很天然的那种感觉 但是我就是也是蛮冲迷的 但是我觉得还不错 而且滋润效果也很好 这款我也是用了挺久的 我也很推荐 还有一个头发的 是我从国内扛过来的 这个洗头水 这个我还买了两个 这个呢我是在某书上面前段时间看到评论 说它非常的蓬松 洗得让头发很干净 但是我用了下来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一般的洗头水 就是很不值得我那么远把它给扛回来 它蓬松吧 我觉得跟我在超市用的那些 洗头水蓬松的效果差不太多 它也不生发 所以这款是完全没有任何那种感觉的 所以这款是我不会回购的一个产品 好了我们现在开始来说一些 卸妆类 然后呢洗脸类的产品 先说卸妆的吧 卸妆的呢 我想要先说的就是这个YSL 他们叫这个卸妆膏 这个是经过我 好像是去年的一个年度爱用 是我一个人生之爱 这个卸妆膏的质地非常的好 高化油的感觉 它擦在脸上非常非常的容易乳化 而且味道非常的好 很高级 整个这个盒子呢 我也是还蛮喜欢 但是这款就挺产的 最近特别特别难买到 它的性价比也是还蛮高的 我记得是和Farmacy的那一款 卸妆膏 价钱差不太多 但是我觉得这个会比那个更好用一点 卸除能力也非常的强 也不会有一些膏状 它在脸上有点拉扯皮肤 但是这个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是我非常非常推荐的一款卸妆膏 如果大家可以买到的话 真的要去买起来 Molly他们家的这款卸妆油 是我好像在Netaporter上面买那种日历 里面的一个产品 因为它很小 所以使用感没有特别的多 但是是一款不会回购的一款卸妆油 因为我觉得它整体的质地呢 是有一点点厚重的味道呢 也是那种很厚重 很传统的那种油的感觉 所以这款我是不会回购的 但是它是那种100%natural的那种东西 Clio眼唇蟹 这个呢是用mini妆 就是我出去旅游的时候 我会用到的 真的很难用 它卸除眼妆呢 特别特别的难 因为我的眼妆都还蛮淡的 就是睫毛的这里呢 我都会先用那个Kiss Me的那一款 卸睫毛的那个东西 先把它刷一下 然后再用这个眼唇蟹敷在上面 我一般来说呢 用了那个Kiss Me的那一款 然后再用我很爱用的 理肤全的那个眼唇蟹的话呢 我的眼妆就基本上包括睫毛 可以卸得很干净一下子 但是这一款呢 就算是用了Kiss Me那个 睫毛卸除 也再用这个 它也要就是比较用力的搓揉我的眼睛 才可以卸干净 所以这款是非常非常不推荐的 应该是我买某个东西送的小羊 非常难用 还有两个 刚才说过很爱用的这个 理肤全的眼唇蟹 很清爽 很好用 我的人生致哀 搭错的时候买很便宜 然后呢蟹处理也很好 不会忽眼睛 喜欢 OK 现在说一下洗面奶 如果用完就是这个 Clarance Man 男式的这一款洗面奶 都是我老公用的 我有的时候会用它来洗一下我的脖子 它就是那种比较传统男式的那种洗面奶 磨砂颗粒大 可是它洗的又不会让你的脸感觉很干净 就洗了之后又感觉脸上有一层很假的那种膜在上面 所以这款呢 我老公非常的不喜欢 我也不是很喜欢 还有一个洗面奶 用的聚干净的这一款 洗面奶 这款呢就是清洁力很强 泡沫很丰富的一款日系平价洗面奶 这款呢我还是蛮推荐的 但是我觉得它是比较适合脸比较油一点点的同学 或者是夏天的时候用 冬天的时候用它呢就会有一点太过于干了 倩碧 这款洗面奶 它上面说的是可以抑制痘痘的那种洗面奶 因为我觉得洗面奶在脸上停留的时间不会特别多 只要它的洗感还不错 可以把脸上洗得比较干净又不拔干就没有问题 这款我一般都是早上的时候来用 它的上脸的那种味道呢 是有一点点像那种很早期去痘的那种东西的味道 有点差树油的感觉 而且我觉得它洗了的话呢 早上的时候用清洁能力是还可以的 可是我觉得晚上的时候用清洁的不是太干净 而且它是这种按压式自己可以起泡的 它的泡沫不是那种很绵密的 所以这款我是不会回购的 OK 洗面奶的话呢就说到这里 我们现在来说一些精华类的产品 精华类的话呢也不是特别的多 先说这个吧 这个不算是精华 但是也是一个功能性的东西 是Olivian他们家这个痘痘贴 这个痘痘贴我介绍过五百遍 很喜欢用 是我最爱用的一个痘痘贴 吸附能力好 又轻薄 而且撕下来的时候又不会拉水到皮肤 我这个用完的时候 我发现这个竟然是我最后一包 我竟然没有回购 对 所以就很尴尬 这一款呢是我会无数回购的一个东西 好了 现在再说一个这个 这个Marty Derm他们家的这个精华 这个精华呢是我给我妈妈用的 这款呢是那种安瓶类的东西 所以每一个拿出来呢 它都是有个单独的这种小安瓶的 滋润效果具有妈妈来说是还不错的 但是他觉得这种安瓶形式的东西呢 有一点太过于繁琐 不是很喜欢 而且他对于一些什么像抗老啊 他这个是可以抗老 然后紧致的 觉得这种效果基本上是没有看见 你就滋润力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精华 OK 再给大家说一下我的这一些维C精华 都是这个安修泽的这款维C 这款维C我记得某一年非常非常的火 但是这个全部都是我自费购入的 就是我基本上没有太多的那种推广什么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它是那种维C粉跟下面的东西是分离的 所以你每次用的时候呢 你要把这个挤出来 然后呢给大家看一下 用完六个啊 然后呢它这里就会把粉掉在下面的这个瓶子里 那个乳液里 然后你就会这样子咬咬咬咬咬 我上次也说过这个东西的问题 就是它掉进去的时候呢 它其实没有完全掉进去 所以呢你还得用这个头头 头头这里把里面的粉给抠出来 然后呢你再把两个mix mix mix 然后才可以擦在脸上用 所以我觉得这个方法呢 我觉得就是一个噱头 我都不知道这个词怎么说 反正就是我不是很喜欢的一个东西 还有它在脸上呢 是那种比较有存在感的VC精华 就是比较粘一点点 但是呢不会搓泥 也不会让脸上不好上妆 这个就还行 因为我VC基本上都是早上用 但是它对于抗氧化的效果 我觉得没有特别的好 所以这款我是不会回购的 而且它这一罐我用的特别特别的快 我基本上可能一个半星期 就可以用完一罐小小的 艾尔博士前脑精华 我出过一个人生之爱 是我冬天很爱用的一个前脑精华 我夏天的时候呢 就是喜欢用蓝口小胚瓶 冬天的时候呢 就喜欢用艾尔博士的这款前脑精华 这款就是会比蓝口小胚瓶 再保湿一点点 但是也可以让后续的护肤瓶 吸收的很好 所以这款我也是还挺喜欢的 不是挺喜欢 非常的喜欢 OK 还有这个蓝口他们家的浓缩小黑瓶 我是觉得它跟小黑瓶两个搭配在一起使用的 都会让这两个东西的效果发挥到最大 而且用这两个东西加在一起的那段时间 皮肤明显是毛孔比较小一点 而且都会更加的紧致一点点 所以我很喜欢这个东西 还有一个这个安白瓶的精华 也是我一个人生之爱 我用完了一瓶这么大的 我其实还有一瓶库存 然后就差不多用完了 这个我非常非常的喜欢 我觉得对于美白精华来说是还蛮滋润的 它让整体连美白的效果不是很明显 可是如果你有一些局部的痘痘啊 痘印的话 它用来敷在那个痘印上 可以让痘印消除的比较快一点点 而且呢也是那种不会很刺激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非常非常的推荐它 而且它性价比也是蛮高的 柏莱雅精华它们的这个面膜是有进到我的人生之爱年度爱用里面的 就是这一个东西跟那个面膜来比的话呢 我觉得我会更喜欢那个面膜 因为面膜提亮的效果是还蛮好的 而且抗黄的效果非常的好 就抗氧化啊让你脸不会感觉那么黄 但是这个的话就很一般 擦在脸上就蛮水的 我觉得没有那个面膜好用 所以两个的话我会肯定会回购那个面膜 这个就不会的 EEE Skin他们家的这个维C精华 这个维C精华呢 我觉得性价比不是特别的高 但是呢它的肤感非常的好 上在脸上像水一样 抗氧化效果呢 我觉得会比安修泽那款好一点点 但是没有我很喜欢那个Bow Laboratory的那一款那么好 所以这款呢我用完也是不会回购的 我们现在来说三个唇部产品 第一个就是这个倩碧润唇膏 这款是这种挤出来的这款它的滋润力其实还蛮强的 我觉得可以媲美唇膜的感觉 所以这款我是还蛮喜欢的 是会回购的 但是唯一一个bug就是我不是很喜欢那种滚出来要擦在嘴上的那种感觉 但是这款我是蛮喜欢的 还有一个这个RPU 唇油这款我是非常非常喜欢的 是我一个人生爱用 我的润唇膏的那个小柜子里面一直都会囤着一个这个东西 就是可以说明到它到底有多好用 它的这个头呢 也是很舒服的 它就是有一点像我很喜欢的那款胶韵湿等的款唇油的品体 非常的好用 就是它用的很快 可是它便宜了 LZF Arden他们家的这个唇膏 那成这个样子 这个润唇膏呢 也是进到我去年的一个年度爱用里面 很喜欢 对于这种类型的唇膏来说 滋润度很好 膏体呢也是相对来说比较硬的 不会擦擦擦擦擦擦呢 那个膏体就溶掉或者怎么样 而且呢它持续滋润的效果也很好 所以这款我也非常的推荐 再说一个防晒 是我一个人生之爱XL 他们家这个防晒用完一个非常清爽 防晒力呢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就是用它的那段时间都是澳洲夏天吧 至少我就没有晒黑 虽然蛮喜欢它的 而且插在脸上就像乳液一样 而且跟后续的妆啊什么完全没有任何个问题 不会打架也不会搓拧 最近用完的面霜呢 只有这一个威诺娜修护霜 这个修护霜呢是我一个人生之爱 上次搭错的时候我又囤了好像五支 它让我多喜欢 它是那种很水润的那种质地 擦在脸上呢不能说像蓝蔻精唇啊 或者是说像有一些面霜那么的滋润 可是呢就是很适合早上的时候来用 用完它之后呢吸收的很快 但是呢它又可以让脸保持一定的滋润度 像我很多时候做完医美 我都会敷一个那种医美面膜 然后呢可能再会敷一个 除一个鼻鼓的精华 然后再涂这个 因为我有的时候不做医美的时候 我脸上会涂很多很多精华 第二天起来我的脸都是都被吸收掉的 所以呢如果我有的时候涂这个 我脸都不会担心太干 就是它吸收的很快 不会让脸太过于黏 然后呢滋润度也是够的 修复能力也是蛮好的 是一个很值得信赖的一个牌子 这是我非常的喜欢的 而且我很喜欢它就是这种 哦 还有一个 超过没了 这种感觉 所以这个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推荐 OK 现在这些都是一些眼过的产品 第一个就是Murad 眼睛滑的 像眼膜一样的 就是它有配套的这个膜片呢 但是那个膜我已经是没有了 但是这个还有很多 我觉得它的量不是特别的合理 因为我每次敷那个东西呢 就是那个眼膜 我都会挤特别特别多的出来 但是呢 它的这个精华还是用不完 都会比那个先用完 那就很奇怪 这一款呢 里面我记得是有一点点A纯的 所以呢 它的刺激性是还蛮强的 很多时候擦在这里呢 如果眼部下面比较敏感的话 我觉得用这个就会有一点点刺激性 而且我觉得它让眼部的肌肤比较提拉 那种感觉动力我很明显 所以这款我是不会回购的 还有这个精华 姜艳师他们家的这个眼部精华 这个我非常的喜欢 食用感很好 也是他们家的很出名的那个 哎我这个双胖和双笑 真的是搞不明白 我到时候会查一下放在下面 就一个是乳液 一边是油 然后你挤出来 就两个魂在一起 涂在那个眼睛上面 虽然它的滋润力呢 不能说是哇 特别特别棒 但是它擦在脸上的舒适度 真的是很好 也不会让眼睛这里起什么脂肪力啊 它也是可以达到很基本的滋润的感觉的 但是也可以让这里非常的舒服 很多时候我就算涂很多 它也不会让我的眼上有脂肪力 涂它的那段时间呢 眼部也是比较滋润的 所以这款我很推荐很推荐 很喜欢是会有回购的 蓝蔻精神眼霜 就是有用它的那段时间 有比较仔细的观察一下 自己眼睛下面的状况 我觉得它是一个蛮滋润的一款眼霜 但是你说它喷啊或者怎么样 我觉得没有太大的感受 它就是可以让你眼睛下面 不那么容易长肝纹 这一点对于我现在的眼部状态来说 是还挺加分的了 因为我前几年用这个的时候 可能眼部下面没有那么的感 所以就体会没有那么的高 但是最近这段时间用下来呢 会觉得用它那段时间 眼部下面的纹没有那么的明显 所以这款我是应该会想回购的 还不错 还有一个最近刚刚用完的这个 The Mod眼霜 我有配套他们家的眼镜滑 但是眼镜滑我还没有用完 因为眼镜滑我只晚上用 这个的话我是早晚都用的 质地是还蛮轻薄的 会比蓝蔻的那个精唇的那个眼霜 再轻薄一点点 它这个主打是提拉的嘛 所以我用它那段时间 我真的是有感觉到 我眼带的这个地方 比较没有那么的明显 眼睛的皮态 可能也没有那么的明显 但是黑眼圈的话 它那些是完全没有改善的 它跟那个眼镜滑 两个加在一起用 都是很好用的 虽然它没有蓝蔻那款那么滋润 可是用它那段时间 眼睛下面是有 眼带是有紧致一点的 同时也不会长很多的眼纹 所以这款会是非常的推荐的 还有就是这款 他们说是打开之后 要三个月之内就用完 所以这款我就是用的很快很快 很喜欢很喜欢的 会想要回购的一款单品 真的是还蛮贵的 好了今天的空瓶镜就到这里了 这一期的视频应该不会有 前几期的空瓶镜那么那么的长 希望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也给我一键三连 多多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了 拜拜